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5月22日 曼联收官站适应水晶宫 周日深夜 英超收官站同时展开争夺 其中曼联将做客对阵水晶宫 虽然曼联经济表现令人失望 但他们目前已经没有退路 球队金账必须取胜才能锁定欧洲联赛资格 因此面对无心恋战的水晶宫 曼联取胜是唯一目标 英超联赛是公认五大联赛当中内耗最为严重的 由于水晶宫整体实力较为不济 他们经济联赛也无法走得太远 上轮联赛对阵爱华顿 虽然水晶宫凭借桑菲拉比 马迪达和佐敦 阿修各建义宫曾经取得二球的领先优势 但下半场风云突变被对手连入三球 最终水晶宫以2比3败北 爱华顿也依靠这关键三分成功户籍 此一失利过后 水晶宫目前排名来到了积分榜第13位 他们已经没有户籍压力 换言之 水晶宫在没有心理包袱的情况下 他们收关战无必要死磕曼联 而且作为联赛最后一战 水晶宫当然希望带给球迷一场精彩比赛 而球迷最喜欢的就是入球 这意味着球队不会归缩防守 而水晶宫若是大局压上进攻 防守端必定会给对手留下空间 这对乌来说球胜心切的曼联来说相当有利 因此精仗比赛 水晶宫确实不宜高估 值得一提的是 水晶宫近12次英超主场对阵 曼联无疑胜绩四合八负 是英超历史上一支球队主场对阵 单一对手为能赢球场次最多记录 阵容方面 后卫马克 姬希和中场米高 奥利斯等人因伤休战 曼联上轮联赛惨遭羞辱 他们以0比4大败给平庸之失败李顿 球队进五轮联赛 仅得一胜一和三负的劣迹 失忆失利过后 从球会管理层到球迷都已经接受了 曼联经济失败的结果 要知道他们目前手握58分排名积分榜第六位 而拉尔夫朗尼克目前带队战绩为23场时胜 胜率仅为43.5% 无论收关战结果如何 拉尔夫朗尼克将会以曼联主帅最低英超胜率收场 同时球队目前仅积58分 曼联也将打破队史丹赛季最低英超积分记录 但需要指出的是 曼联已经没有退路 他们必须重新振作 皆因联赛最后一轮如果遭遇失利 他们可能连欧洲联赛都无法踢得尴尬处境 虽然曼联破罐子破摔 但豪门的自尊不允许毫无底线的堕落 因此金杖收关战 曼联重将士 必定会放手一搏 用一场胜利来锁定欧洲联赛资格 从而保住经济最后的遮羞布 而基斯坦奴 朗拿度则是球队冲击胜利的最大保障 毕竟好胜心极强的葡萄牙巨星 不会允许曼联去踢第三级别的欧战 因此只要曼联的中场球员能够给基斯坦奴 朗拿度创造出好的破门机会 相信以葡萄牙巨星出色的终结能力 大概率能够完成为球队攻城拔债的任务 而且只要做客能够取得入球 曼联获胜的机会也会大大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 在英超历史上 曼联共赢得20场赛季收关战 并与阿仙奴并列收关战获胜场数第一 阵容方面 中场保罗 普巴音商修战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